台北知名的金華飯店 還有海產店的街景 甚至台灣的小黃計程車 都出現在電影裡 還記得嗎 2014年這一部由法國導演 盧貝松 自編自導 黑掛富士加雷 韓喬森 當主角在台北取景的電影Lucy 全球累積票房超過130億台幣 讓世界看到台灣 當時盧貝松就曾經這麼說 我來15年來 我記得這地方很清楚 我一直想要回到 2014年拍攝又留下深刻印象 讓盧貝松承諾10年後要再來 而9年後的今天真的復約了 在台北市政府的頂樓 討論地標台北101 跟台北市長蔣萬安 不斷討論交流的 是盧貝松的太太 也是監製的維吉尼貝松 以及導演奧利維爾米加頓 還有編劇團隊大動作來台北 造訪台北市政府要談談 電影規劃 打算以台北為藍圖 拍一部暫定叫做 週末在台北的電影 當時離開的時候有說 有承諾啦 We will be back 然後他很高興說10年 終於能夠再回到台北拍攝 我知道他們有去包括像 這個北流啦 表演藝術中心啦 小巨蛋 大巨蛋 熟悉的台北街景都是電影取材的焦點 蔣萬安也透露 預告全變主場景將在今年春季台北拍攝 知識就這麼巧 10年前盧貝松來台北拍攝 當時的市長是國民黨的郝榮斌 10年後再合作依舊是國民黨籍 但這回多提出了這個要求 請讓台灣的從業人員 甚至包括演員 這些我們都希望全力的加入 期盼能多讓台灣在地影視人才參與 不只要讓電影看得到台北的接近 更期待台灣人才也能在電影 發揮優質的技術實力 TVB新聞 黃俊維 陳佑翔 韋佳 邪嫻三區小組 台北先放播 A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